韓國江源道工業高等中學88人訪問團 7號在副校長率領下 帶領工程科、電子科及化學工程科師生 前來花蓮高工相互交流 去開了電子科工廠 還有就是看了我們科里的電磁泡 還有就我們拆裝iPhone的過程 剛剛帶他們去參觀 參觀化工科的做 像是做精密實驗的需要用到的儀器的教室 跟做一些材料要 材料這樣混合的教室 這樣的交流就還不錯 然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去他們那邊交流 在傳統上 韓國江源道三部市工業高等中學的一年級新生 入學後 需要安排訪問先進國家的工業高中指校 因為下方希望學生只有國際觀 其中間學生的學校 中學校也有開箱的學校 我們學校的學校有很多 路上有一個比較的東西 我們有機器科和電器科兩科的學校 我們有機器科和電器科的兩科 有兩科的學校 在學校並進行學校 進行學校的學校 在學校的學校 因為花蓮高宮同時展現了學校多元族群的文化 花宮制圖科更展示了全國唯一的新科技雷射切割 雕刻3D立體儀器 讓韓國學生相當驚豔 雖然參訪行程短暫 但增進了兩校的情誼 記得趕到瑪雅花蓮市採訪報導